各位旗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這段解說 那麼今天這班旗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白的 那一開始呢 他這邊掛我小木 那我也反掛他的小木好了 這時候黑旗常見會在左下飛壓 他果然是走這個飛壓 那我就 準備這個爬完 看要飛還是跳 今天來走一個飛好了 那再來他可能有可能會在左上下 這種 簡單尖或飛應該很常見 因為左邊架是低的 他再打進來 夾攻好像稍微沒意思一點 他也沒有在左上下 而是選擇了下邊的這個掛角 那麼我 打進來好了 三間高夾一下 把下面是 趁勢打散一下 靠一個 雙邊我又靠完長 然後他點腳我在擋後 斷 最近我下這個定時的頻率好像也算蠻高的 他這邊在考慮 該不會是想要 該不會想要接住 接住的定時 我可能就是擋吧 這個接的變化 我怎麼印象中好像黑棋 是不太便宜 我記得我先擋 他如果搬的話 以前是點二 但是後來 後來的下法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是小肩吧 其實我也不是非常熟 因為有的時候是一肩低甲了 他現在是三肩高甲 其實也不是說太熟 如果他現在搬了我就團完斷一個 然後他再貼我退 跟本來的一肩低甲不太一樣 所以就不是很熟 喔黑棋果然是搬這個 現在肯定不能擋啊 擋被他沾完 度過 黑棋腳拿的太多了 太大了 那我這棋 還是我是搬著走的 我先搬他如果火再拐 是這樣嗎 哇 有點不太熟了 感覺搬是不是也行啊 不然就瞎瞎看好了 確實不太會 好像搬完爬的也有 爬他跳我們靠一個 是不是有這一圖 印象中好像有這麼樣一個變化 印象派圍棋 我這就是印象派圍棋 唉其實 如果真的認真在學棋的人應該不太能像我這樣 只是我確實 對於定式這塊真的是不太有辦法 記不起來 太多了 他跳這個我以為是三路跳然後我在靠他頭他搬 他跳四路 如果這我是怎麼下 搬完爬的話他在退我飛還是爬什麼的 我如果在下面走好像有點無聊是不是 我應該要在上面走是不是 走出來 他如果就擋回 我要怎麼在上面走 走這個 夾他敢嗎 總覺得好像應該夾他 心情上覺得應該要夾他 但也不太確定對不對 好啦下下看好了 看他是要擋住還是說 反夾拉還是壓過來什麼的 其實他如果不足度我們等一下去 跳過好像也還可以 就簡單把他下面 走一個出來 那如果他要擋住啊感覺他又慢一步我們就先往外跳 好像還行 不過腳是被他掏了啦 但是我們也能靠來靠利用一下吧 好像還是還是可以從這邊來靠做利用 對啊他大概也是立下吧 扳頭上 應該也可以 或者下扳 對啊等一下就來靠他不太能往上藏 因為這我們好像還有扳下來 黑騎這邊是主動變招的一方但是我怎麼看他好像也不是 也不是太熟悉的感覺 沒關係啊反正 下網騎都是一種嘗試嘛 沒有說 沒有說一定要你 背了多少定時你會了多少不從布局套路你才來下騎 那是不可能你不可能 做好百分之百的準備你再來下騎啊 一定是有很多東西你要從 實戰中去 慢慢體會出來 他還是主動我 這我要跳還是說拆二 簡單拆二好像也行 我們就簡單拆個二怎麼樣 其實有點想拐他的頭 看他是虎還是 拐他的頭他是不是有點痛 因為這邊 不走被他貼完貼貼貼他其實也 蠻舒服的 哎唷 說不定可以走一下 好像可以唷 他如果虎的話我們再夾他 反夾 一路打 是可以走 我是覺得可以走 這邊不走被他貼一排 我覺得他也蠻舒服的 好 拐一個 看他是要不要 要不要虎 還說 跳二路的感覺有點鬧 對方其實好像他也是都 算常考派的 也是都想了蠻久的 先刺我一下 刺我一下我怎麼覺得很 讓我讓我很想要去馬上夾他 啊是不是 而且他現在監我這個他 對他腳也沒有多大幫助 反而賣掉一路斑的可能性 那我現在重點要不要夾他 夾他如果就接上 我好像也沒什麼好的 我好像也沒什麼好的 對 假的就是防止他二路跳而已 嗯 我再想想看 其實假的話他如果 反夾我們可以剛好滾包 不過他可以立下 他如果反夾我們打完斷打他可以 一路立下 那我好像也不是很好 那我好像也不是很好 算了還是單黏住好像剛才那些變化 都不一定好 那不過他現在很有可能會二路跳 這首棋本身也沒什麼多了不起的 我實在 我實在沒有必要 為了那部棋去去跑去夾人家 因為夾被他反夾好像我也拿他沒有多大辦法 滾包的話他有力下 滾包的話他有力下 還是尖出了 看來我剛才拐應該是正確的去搞他騎行 那不過現在是怎麼下 要不要靠這個 靠這個會不會有點幫他出頭 靠這個我本身有點想下 因為我如果單純 柴爾的話他來這附近飛呀 就有點被他控制住了 單飛的話 也不是不行 9 8 7 算了我還是靠好了 靠完擠有沒有可能 我擠好像蠻俗的齁 沒有頭先扁一下感覺不能接受還是退吧 靠完了然後他這邊有個段 他要不要繼續壓過來 還是 我壓臭我往前跳他好像也沒有什麼好處 還是他就接接我可能 再拐 他就虎 這樣的話我怎麼下 是不是還是得回到拆爾 靠幾下騎士還真不見得有什麼便宜 好像其實不好 唉唷我剛才夾他 這剛才這手騎不沾我如果去夾他反夾我好像可以頂上來 喔 對齁 好那沒關係啦我們回頭再看一下剛才那邊我到底是不是應該夾他 總覺得有一些騎還是實戰的時候 容易疏漏掉 他不知道走這邊我們再飛出頭好了 這頭感覺還是得出來不然被他封進去裡面其實 有點噁心 而且飛出來重點是還可以 司機攻他這塊 我自己這塊倒是不薄啦 因為我有這個夾 我只要有這個夾 他 夾他反夾我就頂上來 這樣子 馬上就活了 所以我這塊起其實是 算不薄 喔立刻班山 哇塞他完全 覺得這塊起OK就對了 或者是他要以弓代手持 趁機搜刮我是不是 恩 也是有想法 先刺一下吧應該不虧他不會貼過來因為我一擊他斷 再靠一個他去做利用 這邊他是怎麼下 如果他簡單單立那我肯定 不虧 啊他是走這個 我撞的時候他有可能會反打上來因為他腳上是火旗 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我肯單斑好了 還是要敲上來 還是要敲上來 那我也只能黏了 然後是退嗎還是再貼 再貼也不是不可能 9 8 7 6 5 4 3 2 1 哇還真的再貼 我現在斷吃這個好像 好像意義不是很大如果在被他跳出 還是得搬住吧 哦 頭上敲牙再回去壺 是這樣 哦 頭上敲牙再回去壺 或者機率壓 機率壓應該不太不太像 他也是蠻敢下的 因為這邊我其實扳的話還是可以把它阻堵掉 但是我這邊可能得先下 小尖一下吧 應該小尖一下 先出個頭 他這邊如果黏的話 這邊頂過來其實有點痛 所以我可能馬上要扳下才行 虎這個 我先扳下吧 他這邊下面應該得出個頭 然後我再往前 先扳 你用斷的話被人家頂過了 可能威脅比較小 走這個至少下一步馬上有一敲啊 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會比較痛一點 看他怎麼下 他可能下面先出頭吧 因為下面 右下我敲擊被他沾住他好像還是火起 對啊果然是下面先出頭 嗯 總感覺對方還是很不好應付 等下靠一靠是不是還有得玩 或者跨 跨完段 這是不是有點東西 因為我這個打池有個先手在的話 爬後爬 不過他馬上擋下來 我還是死 都是死的 都是死的 問他應手 他可能就立下了是吧 9 8 7 6 5 4 3 問他一個應手 這我可能等一下單場還是挖沾啊 9 8 差不多啊 好像都差不多 果然是立下 那 好挖沾好了 這應該還是要黏吧 我往前壓後等下斷 他這扳他頭還是軟的 也沒多大意義 我可能得回來補一下了嗎 呃他用虎的 這個敲有意義嗎 還是我先出頭 哇這起頭緒還是很多 有點搞不清了 頭緒太多 還有兩次獨秒 我是不是應該 把他這個打掉 免得等一下打不到 等一下是真有可能打不到的 嗯 我現在打他應該會要 我應該把他這個打掉 對 我如果來走這個意義大嗎 還是我應該 搞他一下 7 6 5 4 3 2 1 我實在不會下了 我實在有點不會下了 我想要 我想要威脅他下面 譬如說我能組個肚 然後讓他接 我再打他這個 感覺就 滿爽的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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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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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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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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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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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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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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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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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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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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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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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過 原來是要震我 是要震我 靠幾下 我這塊眼味應該不成問題 靠完擠掉好了 靠完擠掉 然後 有點不知道方向在哪 又要拐嗎 拐被他飛一下 這個力進去好 我覺得非常的大 而且跟他的後保有點關係 這個打吃他沾住 他好像是火起 暫時有個度過 不過他這個 味道差了 自沾上了 剛才不想沖 因為我覺得 搬完這邊 接先手有沖的味道 不太舒服 這個我覺得還是要擋的 雖然他可以飛一下 還是都得交換 看他要不要再貼 不貼 不貼 我夾 其實好像也還好 他就反夾 啊 這期我怎麼好像一直跟著人家的屁股後面在下期 我已經沒有什麼空了的樣子 9 8 7 6 5 4 反過來 我相信還有空嗎 其實也還好是不是 不過他這邊我要能兌現一些東西 9 8 7 6 5 4 我不知道剛才左上好像也有點點多 畢竟還是前一步 哇 這他要反 反攻我 哇 等一下我突然不會了 3 2 1 我硬在哪 剩最後一次不能再 亂來 我就一拆2 9 8 7 6 5 4 3 我可能就一拆2好他也不太可能來衝斷啊然後我靠出來 秒靠一個這都是傻 9 不一定是壞期但是 9 感覺實在是 7 6 5 也有點讓人難以適應 好像 好像我也硬的並不好 我也硬的不是很好 這下的是什麼 什麼意思 這還是還是得退是吧 8 還是退一下 哇 他還要連班下來 這都把我當塑膠就對了 哇 哇 都把我當塑膠耶 先走過來 搬後 搬後 怎麼一直來一直來啊 中間這塊其實還有點薄 喔他這樣一直來真的讓人受不了啊 這我是要怎麼下 搬過 嚐一個 你要斷這邊還有味道 哇真難受啊 真難受耶真心難受 9 8 7 6 跳一個算了 他斷的話我至少還能退 好像也不是很好啊 還是得冷靜一下啊 下的不是很好 9 8 加個一路打 還是我這邊是用跨的 9 8 7 6 5 4 3 我這邊拆個2好了感覺相當大 我這邊其實還有點牽一首的味道 如果能跳到一首是非常非常好的 這如果煎進去他這邊有個二路點的樣子 嘖 挺討厭的 9 8 7 6 5 4 3 2 夾他一下 喔不過夾他反夾這樣我就得下完才行 還是我撞上來 我現在去頂 好像時機還行 他如果擋完班的話至少我還能接進去 少了那個二路頂 可能還是得緊住氣 單接的話他好像可以 這一塊好像可以脫先 這樣我應該比較能接的進去吧 他就只是一個二路甲而已還好 還是扳起來 9 8 7 6 5 接進去好了這個看起來蠻誘人的 先目數怎麼樣 哎 中間這邊有點點多 9 8 7 6 5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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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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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我這塊鞋眼位好很多 他是用斷了好像是比打吃要好一點是不是 我一直忘記這個一路打的問題 對不對我們剛才一直忽略到這邊的東西 不過我剛才說他接換我要點進去的話這邊有個可以搬過了鞋所以他暫時是火鞋 5 4 3 2 1 他其實可以站住的隊友我點的話在爬他打吃 我送進去他這邊有個可以搬過 不過這樣的話我這個打吃就有先手了結果打吃就變成一個先手 還是蠻大的 提兩指 提一指後續還有兩指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他這一整條龍其實是不是還是有一些保衛 立下 我這邊小尖一個應該還是蠻大的 因為他中間這條如果等一下被我切開 還是挺有問題的 小尖一個好這邊這個跳進去也蠻大的也是非常大 哇這個跳好大喔他這邊還有點補 對啊 喔不過他實戰走了這邊那我把他團掉好了 團掉他大概還是會硬的不然我這個 滅眼完是真有可能去殺他的 直接殺他都快 快爛掉了這樣子 這個跳巨大無比 這個跳巨大無比 看一下是怎麼樣 穩穩收應該是可以的了 肩頂住這怎麼感覺漏了 喔沒漏 9 8 7 6 5 4 3 2 1 喔有點不知道下哪 這個挖沾大嗎好像也不小 捅進去 捅進去有可能被他挖了 他這個力覺得不大的話 9 8 刺一個我如果現在去分斷他有沒有可能 我如果去分斷他他是不是 8 7 6 5 4 3 2 算了我就擠一個算了 歷史沒看清楚 這個我如果把他分斷看他是不是還是沒火 是不是真的沒火 接住 這邊還得擋喔不然 這邊還得擋不然我立下他這個木樹虧很多 然後我這個尖也是相當的大 8 7 5 4 3 2 你搜這個好了 我主要不太想去分斷是因為我覺得他如果去吃我 吃我這東西他本身 木樹還是很大的 我先確保要自己的死活 打他一下 我這個體也是我剛才沒下的很大 9 9 8 7 6 5 5 6 他就算靠到這邊我團住我還是火起 那應該還好 靠到這我就算團住 還是火起 那應該沒什麼問題 9 8 7 6 5 4 3 2 2 我簡單挖三一下子算了他這個讓他連過 反正我木樹應該還是好 9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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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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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脖子讓人好像虎 9 8 7 6 5 4 3 2 1 這個還是補好好了 解一下這個被挖也沒辦法 他沒挖我 他應該挖我的 啊不對 我現在上面要被斷了 9 8 7 6 5 4 3 2 哇我現在上面被人家斷了 啊我出勺了 哇完蛋了 9 8 7 6 5 4 不補不知道有沒有事 但是我現在肯定上面出事了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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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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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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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6 6 5 6 6 6 5 6 4 3 2 1 毀在這個爛東西上面 我現在肯定不行 9 8 7 6 還不能沾喔 這沾到要被人家沖壓再夾進來 真的是惡夢般的一場棋 一盤棋 為什麼老是會犯這種 失誤呢 沒棋我也輸了 因為 這是 後面實在太搞笑了 我這個 等一下再跟大家復復盤吧 好 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的對局 那一開始在右下角呢 黑棋這邊算是稍微主動變招啦 沒有選擇簡單爬過被白棋給斷掉的定時 而是沾住 那麼白棋貼的時候呢 黑棋搬 這邊白棋的首選呢 他這個是給 這個二路肩 那黑棋大家要虎住 那白棋再靠一個去做利用 那麼黑棋簡單立下 白棋就藏上來 去連接一下 然後黑棋這個貼算是棋型 那白棋就擋住 這個擋是一個先手 否則如果黑棋不硬的話 白棋這個擠完頂一個 再搬 那黑棋擋住擴大的話 白棋點進來 這裡頭黑棋就掛掉了 所以說 這個白棋的擋住呢 黑棋得團 那麼走到這邊 雖然告一段落 那白棋就脫先了 好 左上飛壓是眼見的大棋 好 那實際上這個搬應該也有啦 只是 搬完爬的時候 黑棋這邊呢 應該要走三路跳才對 黑棋三路跳的時候 白棋大概就脫先了沒有 我印象中這邊有什麼靠的下法 但是可能場合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的變化絕異是就脫先了 左上飛壓眼見的好點 然後後續就是走左上的定時 實在這個似乎跳應該不太好 不過我也沒看過這首棋 所以應付的也不太理想 這個夾攻 絕異認為不太好 絕異這邊的下法是點出來 那點出來的話呢 黑棋衝一下之後拐上面 然後白棋長 這樣子白棋也是簡單連過 看起來 好像剪明不錯 讓黑棋給浮在上面 喔 不過黑棋還是逼過來 然後被拐完 再扳了 這樣子可能還是強調這邊有挖完 或者是單段的問題吧 喔 所以 這還是強調一下 白棋的棋型問題 不過黑棋自身器也蠻緊的就是 看起來好像也是一個蠻緊的戰鬥 3夾攻 那麼黑棋擋住的時候 絕異是推薦白棋盲去夾他一下 這個倒是我 那時候也沒這麼想到 因為夾的話感覺他就 就算接一個我也度不過 所以就沒想到 沒去想這步棋 而且我想說 被他接的話我這樣頭上的拐 是不是稍微沒那麼強 我就沒有考慮這步棋 不過 夾的時候黑棋倒也沒接 而是他是反夾的話 反夾我覺得白棋應該就能 明顯感受到先吃一顆紫 是有蠻大好處 雖然這邊被黑棋給穿斷 但是白棋這顆紫再拉上來 其實 黑棋還是受攻力防 所以這樣子 感覺他的下法 我是能接受白棋 不錯的啦 因為先吃掉一顆紫對眼味大有幫助 然後黑棋還是中 只是我就不太懂 他如果說就簡單連住 這樣白棋 至少以人類覺得 好像還好 沒有說特別便宜 不太懂 所以 這個 還是AI有他強強大的判斷能力 這個 我只能說 有時候體會不太出來 我拐的時候 拐的時候應該還是說 拐的時候黑棋有其他的好棋下 實戰他是下什麼 小尖這裡面是 對呀 這邊可能還是應該跳 覺得還是認為說這邊被人要跳掉的話 可能 七星白棋 應該 他剛才假的意思應該是防止黑棋去跳這個 不能說這不夾有多好 但重點就是要防止黑棋跳這個 因為黑棋這一跳的話其實他眼味啊 然後下面也有根據地 然後也把白棋稍微 收根出來了 所以 黑棋這部跳本身價值相當大的情況下 那白棋剛才就應該去夾 原來是這個意思 我當時想說 管他如果跳的話我就簡單跳頭上 但是那麼下應該也不好 決於這邊推的是白棋飛過去 有點氣掉那顆紫了 就氣掉了 好像蠻可惜的 因為白棋這塊起總覺得 有點 秀控了我感覺 這麼氣掉 人類還真的 不太想這麼下 我當時如果跳的話 被他 就虎上來 或者跳 好像好像也明顯不好 對啊確實 那看來我這拐也不是好奇 的確沒錯 那小尖的時候 我當時還想要不要這時候去夾 不過這時候決議給了一個 也是很特別的變化 白棋就飛罩住 飛罩住氣掉了 這很特別 然後黑棋斷白棋再貼 其實這個貼也是一個後手 但是白棋還是去這麼下了 那 畢竟AI還是有他強大的獨到判斷 這個 可能覺得白棋這個牆壁還是很有用處吧 看起來還蠻厚的 不過人類可能就比較難下出來了 然後這邊 後續他就沒有在用夾的變化 他後續的變化可能就比較強調用 靠的 這個 有頭上拐到之後可能改用靠的 黑棋如果要沾的話 那白棋可以夾下去 如果黑棋立下 那顯然頭上還有一長 那斑 也差不多意思啊 打一下還是要藏你頭上 所以這樣把 這樣黑棋可以 白棋可以把黑棋整個 整成一大頭魚形 所以後續是用靠的 所以像這邊他也是一直推薦白棋去 去山路靠他 對 確實 這個我對於棋型拿捏還是 但是不夠好 確實最近的棋下的不是很好 然後這邊大概還好啦 後續靠下面的時候 我覺得他打吃完 靠下面的時候我覺得他印的不是很好 打吃完貼上來好像還是有點太兇 被白棋斑斷感覺整體還是 苦戰了 對然後這邊還是應該簡單立下 然後右邊我還是應該去整他這邊的心 確實一直沒看到這手棋 對騎性的感覺太差 這個靠明神好騎 沒錯 所以這邊他應該簡單立下就好了 實在他硬要貼出來這個戰鬥我覺得不太好 這邊多一個扳下 我覺得還是整體都蠻痛的 不過這邊倒是也差不多了 然後 這裡我應該 下不是很好 我實在這個飛點並不好 我這邊應該要大膽一點直接擋下去 因為其實我這個打吃有先手嗎 打吃完擋下去他這個也搬不太出來 不然拉的話我這個一挖斷 他就他裡頭就掛掉了 所以這樣他不行 那如果搬的話 這也太勉強了 這實在太過勉強了 而且我還是打吃真死掉了 所以他這個騎我本身就可以擋下去了 所以 對啊這個我沒有什麼理由不擋下去 這個實在是太虧了 我這個 我這個飛點也是 跳點應該是壞騎 他這邊如果夾過的話其實我還是蠻落空的 他就 整個夾過然後我 就充斷也沒什麼意思 不過他這邊給的變化是黑騎倒是吃上來 白騎還有得挖下去 不過呢好像白騎還是沒有很理想 黑騎這塊 這頭也都還在外面啊 簡單藏一下就跳出去了 所以這個騎很落空 不過黑騎這個 他跳躁在外面就像我實在所說的實在是太兇了 比我主度還是不太好 然後我這邊應該還是要擋下去了 這個 這我怎麼會去併這個 啊 我這個如果這麼下的話 他 他其實挺痛苦的 他這個騎 要怎麼搞 只能來接這個來跟我搞下面這邊 因為他如果要 利用這邊搬的話 我甚至還可以橫靠過去 彈性多 白騎騎騎騎就彈性比較多 對呀 這邊他雖然活了我還是應該要去擋他一下 實在整個爬過他眼位還是不錯 我這還是應該去擋他一下 因為他如果要利用這邊的立下的話 再團住 其實 我連這邊立下都會有個先手在 那跟 我如果能夠把他這邊兩塊分割開來 我再點出來 那他這一塊騎的 後保程度會差蠻多 所以 這邊要再多補一手還是不太好 我還是應該去擋 畢竟都是先手 沒有必要保留 不過再來 實在黑騎上面搶控這部騎有點 太過於這個 太照鏡了 這邊 畢竟也還沒有完全下完 他應該繼續補騎 或者說繼續進發這邊的白騎 因為 這個白騎這個 黑騎這虎進去蠻大 然後他先利用他這邊先尖一下 如果白騎要藏出來 然後他這個虎過來 這白騎痛不欲生了 你又搬到這邊有搬下來 這太痛了 所以他這邊給的變化是白騎板上來 不過呢 黑騎再搬下去就還是舒服的利用 他這邊變成 要打 有一個打劫的變化 那如果白6是走的話 他也是 可以舒服的虎進來 哇這樣黑騎實在是太爽了 所以我實戰 後來好像 飛完馬上去立下 應該也是正確的 剛才這邊前面一直比較亂走到這個 走到這邊他去搶一步的話有點脫離戰場 所以我飛下幾下之後呢 回來 回來立這個 我立到這邊這步騎的時候 確立了優勢 這時候確實是白騎好 而且 本來他可以來刮我先手取角的一個地方呢 現在變成被我逼回去 還得後手補一手 哇那這個一出一入 實在是差別 太過於巨大了 我這個長三三實在是太大了一手棋 走到這邊白騎已經取得優勢了 那再來這些棋其實 都還算差不多了 沒有多影響到 這個勝率 白騎一直掌握著優勢 但是關鍵呢 在於這時候啊 這邊我去 收官他左上完之後呢 決定我這邊應該馬上補齊了 確實我這個補齊還是太大 然後他這邊不是像我實際上用跳樓 是用拐的 拐的話黑騎補 然後白騎刮一下 刮一下左邊 那我肩的時候決定認為黑騎應該來走啦 他斷的話我長 我當時本來也是想這個變化 不過黑騎這邊就有多出一個 衝過去的問題了 所以這白騎薄很多 他這是點一下 再把這個貼到 眼位更保障一點 好 那這邊如果黑騎藏過去的話 倒是白騎也單瞻就好了 他衝我還可以反衝 他沒辦法斷我 這樣子我可以 打吃完這個跳躁住 暫時是 還是可以 等一下 剛才怎麼好像怪怪的 打吃完跳躁的話 喔那個好像會被黑騎個衝破 還是白騎用飛躁的 飛躁的好像可以 走這個在小肩 對啊暫時這麼下是可以的 但是但是還是有 還是還是挺薄的就是 哎唷 肩這個又什麼東西啊 打吃完拉出去 這樣暫時還能挖死 這個 不過我擺這些圖 好像都挺不保險的 還是有點亂的這個 所以我 我這邊其實沒有必要去搶這個 決議認為我就穩穩 穩穩的去補一下就好了 因為黑騎這一塊騎他自己也薄 他不見得敢脫線 他如果補一下我們再去刮左邊 其實刮左邊 也不比上面這個拉回來要來的小 所以 對啊 好 那不過他也沒把握機會被我補到 我補回去的話應該還是 勝勢的局面 後面一直都還是優勢 然後當然最後 搞笑就是在於他這個衝斷的時候我完全硬錯 其實我就簡單滾一包我我當時是看錯了 我以為說 滾一包的時候我我 當時沒注意到這邊還可以多打一下 你說我連這棋都沒看到 這棋不是 太可笑了嗎 我以為我要黏住然後被他打穿接住然後 我當時是看成這個圖然後我以為我要補這邊然後那邊就拉過來 這樣我 我想說我不行 所以我就先去 衝 我就先去病了一下這個 那這個棋就變成一個搞笑了 對啊我這個簡單這樣打一圈的超級簡單的變化我居然看錯了 這根本就是犯了 這個 極 極位都不到 我感覺是一個初學者般的失誤 我竟然是 輸在這麼樣的一個簡單的變化我實在是 太太誇張了這個東西 這個變化每一個極位洗手都下得出來吧 這就是 啊 不知道怎麼說了 被人家打進來 其實他 其實他打進來的時候 然後 後面他有下錯啊這邊我 這邊我補應該是必須得補 因為我如果補這邊的話他好像衝完 衝完再 再怎麼下 秩序 衝完再斷這個 啊 秩序 衝完再斷這個 這樣我如果說吃兩顆 這樣子的話我沒火被人家搬死了 那我如果挖的話 他可以打吃完接住 對沒錯就是這個變化 所以我這邊要補也是沒辦法 因為他這個先衝完再衝這個 我如果說吃回去兩顆的話他一接 喔這樣子 我下面做不出眼 病這個也不行 對啊我頂著要被人家搬死了 然後如果病這個他先手儲一下就破眼我就死了 所以 這樣子我死了嘛 那剛才 白五如果 挖的話那黑騎可以斷打一下接住 就衝過來就死了 所以我這時候補齊我是正確的 我沒辦法必須得補 但畢竟是前面下錯了 但是實戰黑騎這個 長玩在斑也是 大錯特錯的下法他明顯應該用挖的嘛 用挖的我沒辦法斷了斷完吃的話這邊是反體 那這邊當然也打不出去 所以我只有內打 然後再吃住然後他這邊先手打一下都行 或者也不用打他就直接來斷了 這樣子我就連根都被拔掉了 打過去也沒什麼起 然後他就先打還先手 這樣子我就死的更快 好這樣子我死的更快 黑騎就好很多了 他照他這邊的看法是 領先六目了 他長這個首先是一個15沒有把我挖進去 然後再來這個斑也是有問題 明顯應該斷了 斷如果說白騎 打過來的話 然後 這邊在非點應該黑騎是 不太怕了 黑騎就 擋住也可以 白騎如果連根沾出的話 那黑騎還是可以頂住 這樣子 白騎各種衝 好像氣不夠 那 對啊那你如果沾不出來 那就沒有沒有什麼怕的 就頂多吃兩顆 那 那還好吧 沾出來就走這個 對啊各種衝 黑騎都不怕 所以 這還是應該斷下去 黑騎3這個斑 這時候其實白騎已經 又有拿回一點機會 但是我那時候還在崩潰 還沒有從這個私利的 挫敗當中 復原回來 我這時候如果去斑斬的話 還是一個細騎 還是相當細 他說是白騎好0.5 那就是超級細騎 那如果去斑斬的話 他這個等於 已經吃很少了 我在頭上 可以打一下 這邊 還是我可以 我後來還是可以衝進去啊 我實在是斷這個 被人家整個渡過 哇差太多了吧 哇他這邊還是搞進去了 總之這麼下的話還是一個細騎啊 他說是差0.5 對啊 我說 還是處在一個崩潰狀態 太可惜了啦 因為他 也沒有把我 虐的很 很完善 他這邊 沒有挖 然後沒有斷 然後這個兩下 其實就已經差多了 不過 其實這個騎我最後犯了這個15 我本來就也不應該贏了啦 好吧 那這班騎雖然說 比較可惜一點的 一盤騎吧 那就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 大家收看